好,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第二題 這個題目,這個打信號一下好不好 打5、2、7 好,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這個台北銀行推出過四星彩的彩券 那麼每期會開出四個數字 從000到這個999 OK 那麼每駐50元 每駐50元 好,第一個題目,他說正財 一定要四個數字呢,完全一樣的 可以得到25萬 25萬 那麼前三財的話呢 是前三個號碼如果中的話呢 可以得到25000元 好,錢對財是說前兩個號碼 選中的話可以得到2000元 好,然後呢他在開獎錢啊 各簽註了一張 正財,前三財跟前對財 好,請問你 他們個別的獎金跟標準差是多少 好,我們開第一個題目 好,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找一下這個正財的希望值好了 好,請問你 正財的情況怎麼算 是不是 好,請問你 四個號碼都中的幾率是多少 好,我想請問你 00000到969總共幾個數字來 應該是1萬個吧 對不對 就9999加1嘛 不是應該1萬嗎 所以應該多少 應該是 你中的幾率是1萬分之1 然後如果你中的話呢 你可以拿多少錢 是不是25000 欸,25萬 對不對 可以拿25萬 OK 好,然後呢 還沒結束喔 還沒結束喔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算的標準差 所以請問你 標準差等什麼 標準差 正財標準差 我就等於這個平方算一下對不對 好,所以要等於多少 等於 2500000的平方 2500000的平方 好,乘上 這個1萬分之1 好,幾率的部分 好,加上 0的平方 乘上 1萬分之9999 其實就等於沒有意思 好,減掉 減掉這個 25的平方 好,所以答案呢 算出來 大概等於 這個等於 要不要 自己算一下好不好 答案是 624 9375 好,大概多少 大概 大概約等於這個 2499.875 OK 好,這個是你的第一個答案 正財的獎金 還有期望值跟標準差 那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什麼叫期望值25 你知道,期望值 就是你現在花了50塊去買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你能夠真正的 活在付得的回饋是多少 是25塊的 所以反過來想 那有什麼事你知道嗎 你平均算起來你是虧25塊的 因為50塊是你的成本 可是你真的賺到的錢 其實只有25塊的 不管你買幾張 而且是真的中了那25萬 對不對 那更何況你有可能 連那20塊都沒有拿到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買一張的話 就算你中的話 你每次都買一張 那你平均下來的話 你的期望值是拿到25塊 對不對 好,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只買10張 你買10次好 10次都沒中 你試試多少 50塊就不見了 聽懂嗎 所以就是說 你的期望值應該多少 才算你可以投資 你知道嗎 當他大於50的時候 你就可以玩 懂不懂 當他的那個期望值 大於50 也就是大於你的成本之後 你去玩他你才有利可平嘛 對不對 不然你玩了1萬次 你平均下來 好像每次只拿到25塊而已 在這邊當然不是 平均就虧25塊 你每加完全去就虧25塊 對不對 當然這個是有點小小的技巧 這個之後 有些會跟你講 因為他會跟你的機率扯上關係嘛 對不對 好 這才是第一題的部分 那第二題的話 第二小題的話 要講的是前三才 那就一樣的算法 好不好 就可以自己自己算 那如果是前三才的話 怎麼辦 前三才 前三個號碼要一樣對不對 所以的話 就等於 因為只有三個號碼一樣 所以相當於 00000到999的意思 因為第四個號碼 就不用管他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什麼 看那個 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000跟999之間的數字 所以總共是1000 就等於1千分之1 然後呢 也是一樣 他重點是25000塊 所以就25000塊 就1千分之1 乘上25000塊 然後一樣 1千分之999 乘以0 好 那你把它算一下 結果是 也是25塊 也是25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他這個什麼 標準差也是一樣 對 對不起 前三才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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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號 25000的平方 乘上1千分之1 加上0的平方 乘上1千分之99 這個以上不用算 減掉 25平方 所以算出來的話 大概等於 624375 624375 所以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差不多 790 點174 好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是前對財 那是幾千兩個數字嘛 對不對 好 前對財 看兩數字好 就等於相當於 求00跟99之間嘛 所以等於1% 乘以 前對財的話 應該是2000塊 所以乘以2000 然後加上99% 乘以0 好 算出來的結果 是20 哇這就更 看起來 前兩次是更好猜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錯了 你的那個期望是更低 你真的拿到 做到那個錢的話 大概肯定成 做到20塊而已 好 然後也是一樣 它的標準差呢 好 其實這個標準差 就等於一樣 根號 根號 2000的平方 乘上1% 加上0的平方 乘以99% 停掉20的平方 所以呢 根號39600 所以大概是19896 198.997 好 那這邊其實可以讓你知道什麼事情呢 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 如果你要平均能夠得到這個期望值25的話 大概花多少錢 如果是3才的話呢 你平均要花800塊 你才知道這個樣子的期望值25 你就是花那麼多錢 最果然是虧錢 這樣子 懂了 OK 好這個你看一下 不好意思 看一下